就是你实际上你拿到钱 然后这么用了 你会发现完全存不下钱 但是你又很清楚地知道 慢慢地这个年纪大的都要结婚 要有小孩要养小孩什么的 就会说我现在赚的钱 刚好自己交了房子吃了饭 那要真有小孩的话 小孩去哪里吃 所以说是很摆在面前的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有了家庭之后 你占了心理 看似在这里没有死掉 没有饿死 但是你愧对家里面的父母和孩子 有很多观点就是说 也能带过来 小孩也能带过 家人也能带过 但是带过来之后发现 还不如他们留在农村里的生活上 有保障一点 其实更多的是决定 无奈把他给留在农村 在这边参加 就以现在的目前的状况来说 应该不可能的 因为我每个月的钱刚好够花 就没有生余的 以我们现在都 我们都是想在这边谈 然后以后回回老家那边就结婚 然后可能就会 等到再老一点的话 就可能就回去发展 上班回宿舍食堂就这三点一点 也没什么 就是说很少跟家人联系嘛 那种有的好多人都跟家人脱轨了 家人没在一块的话 也就不会吵架了 当然也不会有什么更多的感情了 是吧 然后只能通过电话呀 像中性的虚寒为暖 其实真正的生病感冒也帮不上忙 我们说像中性的问一下 所以说这就是很 很无奈中的无奈吧 对 真的 不追求五天八小时吧 那至少这个 至少一个星期的有休息一天的 基本上等于要 至少要涨一倍了 因为物价就等于是涨一倍 因为我们工资的话 其实是这几年是没有什么变化的 其实按正常的一种消费的水准来 最终的一线的工程来讲 应该一个月五千块 六千块应该差不多吧 对 你一个月三千块钱 四千块钱都不到 那都没法混了 我们的底薪一定要涨 因为现在房租还有物价的上涨 远远的超过了这个工资的上涨 我们在这里工作也有两三年了 但是公司底薪虽然涨了 但是总的工资没涨 然后物价就物价房价就上涨的比较厉害 所以就底薪再涨上去才是好的 你一个企业它已经很大的话 你那些金钱对他们来讲 只是一个数字的问题 还有它那些金钱多少 就是排名的多少 其实他们这个资本主义社会运营 就是什么都是一个虚子 然后都去创造更多的数值上的增长 其实人性的人文的关怀 它是很少的 像如果苹果来讲 它稍微要人性化一点的话 它不要拿走那么多的工资的利润 你分给代工厂稍微多那么一点 工人的待遇它肯定会提升一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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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